天黑请闭眼 搜查者请睁眼 我黑暗魔王睁眼了 黑暗魔王 大家都藏好了 快开始找吧 我最擅长捉迷藏了 看我把你们都找到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大宝快出来吧 我找到你了 怎么可能 我都看不见你 你怎么找得到我 大宝 你是把自己的眼睛遮住了 又没找我的眼睛 我当然能看见你了 好吧 早知道就换个方法了 黑暗魔王 你别对意 你肯定找不到其他人 哼 别小瞧我 我可是童话王国的 捉迷藏冠军呢 到处都找不到 大家都藏哪儿了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黑暗魔王肯定想不到 我就藏在床下面 我要好好睡一觉 我知道了 花园怎么会有床呢 肯定有问题 看我把床搬起来 贝儿 我终于找到你了 黑暗魔王 你也太厉害了 我躲在床下你也能找到 那当然了 花园里出现一张床多奇怪啊 我一猜就是有人藏在下面 哼 是我大意了 下次 我一定不会再让你找到我的 黑暗魔王肯定想不到 其实我一直就藏在广场上 天 人人来了 我就赶紧尝好 黑暗魔王 你要是找不到就认输吧 就是 我们不会吓唤你的 我才不认输呢 对了 通暗魔王的垃圾桶 不是都被回首改造了吗 这个垃圾桶怎么还在这儿 不会是白雪藏在里面吧 不管是白雪还是熊妹 垃圾桶里肯定有人 是谁 快出来吧 我已经发现你了 是我 黑暗魔王 你真厉害 原来是熊妹啊 太好了 这下就剩下白雪了 白雪到底在哪儿啊 黑暗魔王 找不到就先说吧 我可以告诉你 白雪藏在哪儿 不要告诉我 我还没出结招呢 黑暗魔王 千里传音 嗨 白雪 哇 这是什么魔法 看起来好厉害 千里传音 只要喊出名字 不管离得有多远 那个人一定会立刻出现 并答复你 什么 这也太厉害了 黑暗魔王 我在这儿呢 我怎么自己出来了 当然是因为我的黑魔法了 哈哈 你们都被我找到了 我赢了 这不公平 玩游戏怎么能使用黑魔法呢 我不服 要是 我们不跟你玩了 不要啊 再玩一局吧 这次 我肯定不使用黑魔法了 好吧 那就再玩一局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玩捉迷藏吗 我们下次再 我来了 小妹 我也来 大宝 别去 小妹刚才消失了 你们等等我 贝尔别去 有危险 哪里有危险 别挡落 为什么他们都消失了 我去告诉老师 老师 他们就是在这里消失的 怎么回事 老师 跟我走 小妹他们消失去了哪里 为什么要把老师也带走 白雪 你看见老师了吗 刚才小妹带着老师消失了 真奇怪 我检测一下 他们去了哪里 精灵之力 居然搜索不到他们在哪里 白雪 是你把熊妹贝尔大宝和老师藏起来的吗 你怎么会这么说 他们是自己消失的 我信你看监控 我就是看过监控 所以来找你的 熊妹他们都是在你身边消失的 一定是你做了什么 白雪 难道真的是你做的 你为什么要把熊妹他们藏起来 才不是我 老师还是熊妹带走的呢 跟我回管理局接受调查吧 小将领 真的不是我 帮帮我吧 好吧 白雪 我帮你拦住保安 但你要尽快把老师他们找回来才行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我们不告诉白雪 真的可以吗 他会很着急的 哎呀放心 没问题的 我们不是给白雪留了线索吗 白雪那么聪明 很快就会找到我们 对呀 我们如果在外面 肯定会被发现的 那就不能给白雪接证息了 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呵呵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老师 你能猜到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特别提示 有的人今天吃蛋糕 有的人今天吃面条 我还是猜不到 白雪和熊妹他们都是突然消失的 完全没有线索 不知道该去哪里找 提示什么东西每个人都有 而且数量完全相同 是时间 每个人有的时间都一样 二十五减十九等一几 等一六 熊妹他们在你最长去的地方等你 请根据提示准时找到他们 时间和数字量是下午六点 我最长去的地方是我家还是学校呢 啊 才六点 我家怎么这么黑 妈妈去哪了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白雪 生日快乐 哦 虽然我很惊喜 但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啊 不可能 是王华阿姨说你今天生日 啊 对不起 我记错了 大家都记住朋友和家人的生日了吗 点赞关注 下期再 我来啦 哦 是熊妹 大家快跑 我来啦 啊 是熊妹 大家快跑 大家回来啦 我来啦 熊妹来了 大家快躲进家里啊 为什么 我做错什么了吗 咱们大家一看到我就跑 我去找白雪姐姐问问看 白雪姐姐 熊妹 你怎么来了 你快走吧 别来找我 怎么了 白雪姐姐 怎么连你也躲着我 哎呀 你别问了 你快出去 白雪姐姐 你刚刚没让我进去 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了 熊妹 我来 你想知道真相吗 行 我太想知道了 小精灵 你快告诉我吧 好 小精灵 你怎么了 你谁干的 你快出来 是我 我不许小精灵告诉你这个秘密 秘密 什么秘密 小精灵 你快告诉我 那让大家害怕我的到底是什么秘密 想知道秘密 除非你通过我的测试才行 为什么 那是属于我自己的秘密 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等你通过测试 你就知道了 好 我接受测试 测试哪里 这里是测试的地方 你准备好了吗 放马过来吧 好呀 我也不会为难你的 就出你最选择的脑筋起转弯吧 看好了 白鞋 贝尔 大宝 老师 他们都有什么吃饭 用嘴巴 答案正确 什么 好啊 出题机器 你能不能出难一点的题 好的 下一题 你看不到房间里唯一的苹果 为什么 因为 答不出来了吧 因为苹果被吃掉了 答案错误 哈哈 熊妹 你要是答不出来 就别想知道真相 我可以 是幽玩 幽玩 哈 我知道了 因为苹果放在了头上 答案正确 气死我了 出题机器 我让你出难一点的题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 这已经是三颗星的了 那就出五颗星的 不行 好的 黑暗魔王 下一题 世界上最难的一道题是什么题 嘿嘿 熊妹 你答啊 世界上最难的一道题是是是是这道题 答案正确 嘿嘿 什么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故意放水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再出这么简单的题我就把你砸了 我不会了 不会了 下一题 十颗星 什么时候有人敲门 你绝对不会说 请进 这个最简单是上厕所的时候 提出完了 出完了 黑暗魔王 这下你可以告诉我真相了吗 好吧 愿赌服输 我告诉你 真相就是 就是它 怎么管是 我身上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 我诚呀 这是我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放在你身上的监控宝石 大家之所以远离你 是因为都不想被我监控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我把它拿走了 大家不会再远离你了 我怎么一点都没发觉呢 黑暗魔王太可恶了 我以后一定要小心一点 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 谢谢 看 有纸条 快出门 奇怪 是谁呀 又有这门声了 是黑暗魔王 看 有纸条 快跟我走 我们快走吧 放心 大人们说 我们不能到魔神的环境 黑暗魔王 你怎么不说话呀 又出现纸条了 不去 就见不到黑暗魔王了 这不就是黑暗魔王吗 难道 这个人又不是黑暗魔王 怎么办 要不我们不去了 黑暗魔王是我们的好朋友呀 你们怎么还不去 魔狗妈妈也让我们去 来不及了 你们快点 魔狗阿姨让我们去哪里 快看 又有字条了 都到城堡见面 我想起来了 我也想起来了 我们快去吧 魔狗妈妈怎么要不及来呀 我们快走吧 早就干不上了 不知道白雪他们有没有收到我的指条 他们一定可以收到的 这就好 我们赶快准备吧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快去吧 不不 我们马上就去 好 你们可要快一点 好 谁是黑暗魔王 是大手 大手 我就是黑暗魔王 怎么了 没错了 就是你 跟我走吧 怎么办 黑暗魔王被大手带走了 我赶快到城堡告诉大家 黑暗魔王怎么赶快到 你们终于想起来今天干嘛了 是啊 这就是黑暗魔王去了 我们再等等黑暗魔王吧 不好了 不好了 黑暗魔王 怎么了 女小怪 你慢慢说 黑暗魔王 黑暗魔王 特别 特别大手带走了 什么 大手 为什么要带走黑暗魔王 我也不知道 这可怎么办 没有黑暗魔王 我们怎么开始 那我们去找黑暗魔王吧 我们想想 去哪里找黑暗魔王 是什么这么妖艳 是黑暗魔王 大家都等我等着急了吧 哇 黑暗魔王 你这身衣服好帅 真的呀 那是 我黑暗魔王 可是藤花坊国 最神的小帅哥 谁说的 我大宝也是小帅哥的 黑暗魔王 你刚刚到哪里了 我们都很担心你 谢谢黑暗魔王 你去哪了 是我爸爸妈妈给我 准备的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 就是这身衣服 大少是带我去拿生日礼物了 孩子们 黑暗魔王的爸爸妈妈 在隔壁行求工作 不能陪黑暗魔王过生日 是啊 我的爸爸妈妈 不能回来陪我过生日了 没关系 我们帮你过生日 我也帮你过生日 真的吗 谢谢 谢谢大家 对的 我们大家都给黑暗魔王过生日 黑暗魔王的爸爸妈妈不能陪他 但是很爱他 大家的爸爸妈妈都在哪里呢 喜欢这期视频 就点击告诉我们吧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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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